屏东县政府为促成在地工商产业与大学产学交流 连续三年举办产学煤盒会 今年以智慧创新生机为主轴 邀请屏东科技大学 屏东大学 煤盒科技大学 大人科技大学等四所大学及工研院 18位专家学者发表研发成果 这样的研发成果 透过这样的煤盒 希望我们也会有很好的成绩 而且也会为屏东带来更多的商机 这里面有包含IoT 大数据 所谓的智慧运用 也包括生技 食品 农业等等 因此我们把这个整理定位为 智慧创新生技 产学煤盒会 我们当然期待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把所有的作品寄转到产业界 现场也展示各大学及工研院所开发的产品 专利及辅导厂商的成果 提高产学合作的机会 我们以这个咖啡纸来说 咖啡的这个部分咖啡果皮 它占了大概咖啡果实的 大概差不多一半以上 那我们可以另外来做成这样的一个纸张 那纸张的部分呢 它就是可以结合到我们咖啡的一个包装 比方说我们中原呢 它要做它特色的一个包装 展示的是红礼的产品 红礼就是台湾礼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它的这个精神性成分非常的强 非常的好 那我们今天展的两个是最受欢迎的 一个是益生菌 一个是保黎酵素 藉由这个煤盒会的话 如果有厂商有兴趣的 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 不管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产品研发 创新的亮点会被看到 那甚至能够创造这个煤盒的商机 这场煤盒会有近百家厂商报名 分别来自屏东各工业区 科技产业园区 农业生物科技园区 以及大庆工业区 还有屏东县大店长农业大学等课程 所辅导过的厂商一同参与 我们之前是以卖生鲜为主 我们现在为了延长那个 食材的保存期限 所以我们会慢慢去朝向那些生鲜品 或料理巴的方式去弄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在找厂商配合 所以今天刚好这个煤盒会说我们过来这边参加 我们公司从事的是动物飼料营养添加剂 那今天来参访的用意是 也想要了解工研院 他推广了一个农业废弃物 再重复加值使用的方面 然后希望跟学界可以结合 然后以他们学术的方面 跟我们食物上的经验可以作为结合 透过这场煤盒会 促成产学界交流的机会 平路县政府期盼借由这个平台 产学合作创新 进一步鼓舞亮点产业 支持研究生化 创造更多商机 记者张如云杨振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欢迎订阅